就是今天10点不一样金雪 我们赶快带您来关注 最近这食安问题真的非常多 从塑化季现在到苏丹红 近期延消的苏丹红事件 也再度让台湾的食安量起红灯 大家都在想到底什么东西不能吃 什么东西可以吃 高雄市金湛公司进口的 这个含苏丹红的辣椒粉 真的是流窜全台 包含制成了各式的沙茶调味酱料 也流入了餐饮业者这边 不过各界质疑 那在边境的时候 这把关是失灵了吗 食安办公室表示 未来在边境查验 尤其是这种干制原料 一旦发现不合格 就会立刻销毁 不会让他们再用 别的公司名称流入台湾 不过专家指出 法规再怎么严厉 仍然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防堵食安 只能够加强稽茶 把伤害降低 一颗颗浑原饱满的莲物干 是六规盛产的农特产 除了外销内需市场之外 还能做成果干 提高水果的保存期限 也能把卖向不好的莲物 加工再制成 高经济价值的食品 而这一道道程序 从种植到加工 都得严密把关 生产的过程中 我们就是也有挑选 有产销履历的农民 然后挑选一些比较 稍微维持极品 然后再来做一个加工 我们挑选的加工厂 也都是有经过ISO认证的 因为我们的产品本身 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民众现在对于食品安全 都非常的重视 可以看到这边 都是农产品的加工品 而这里的产品上面 其实都会有产销履历的认证 不仅可以追收到 农产品的源头 可以知道产地在哪里之外 另外在加工厂这边 也是经过审慎严格的审核 农产品上有产销履历 等于就是食品的身份证 将源头的产地 有没有使用到农药 或是到农民的资料 几乎都会有 农作物可以把关 但进到后端的加工再制 就是让产品的添加物 增添复杂性 如何在加工厂 也能有资料登记 同样重要 近期再爆食安风暴 高雄市精湛公司 进口苏丹红辣椒粉 流窜全台 包含制成各式沙茶调味料 流入残影业者 各界质疑 从边境再到销售市场 台湾食安把关失灵了吗 去年的前半年开始发现 有比较频繁的 没合格的案件 就在大较粉的 食药署依程序 他就把这个检验的频率 从一般开始去提高 20 30 50 到去年的12月提升到100 就可能有一些的货物 没有抽验到 边境有查到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可能含有毒物 参为假冒 或者是有非法添加的东西 我们在法规上面会重重处罚 后续就会在这个苏丹色素的这一样 上面就会在边境要毁掉 不能让他再推运 然后去转一圈回来 十年前台湾爆发塑化器食安事件 开始建立食品追溯追踪系统 不过如今仍然没有发挥到预警作用 业者进口干制原料 曾经就被查验不合格 业者在更换公司民进口 就逃过查验没被剪出 而且也不再强制登陆溯源之列 所要求的是输入的业者 还有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工厂 就是资本额3000万以上工厂 得要做这个电子化的追溯系统 那他目前的规定是 每个月要上传一次 对于装小型业者 过往会有成本上面的困难 我们大概有80%的业者 公司的人数是少于10人的 甚至少于5人的 当年在开始推动之后 大的都可以配合 资本额要3000万以上 才有强制登陆 目前只有大约1万多家厂商登陆 占比只有2% 食安办公室强调 未来干制原料的抽验 应该要了解边境输入减出的情形 也要加强落实业者登陆资料 不过专家也直言 就算有了产销履历 食品追溯系统 也难以百分之百的防堵食安问题 你去观察我们市场的状况 再搭配食安风暴发生的时间 你会发现都是市场状况 不太好的时候 经济没有很蓬勃发展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就是商人 都会想要减少成本 减少成本基本上 就会开始使用违禁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 说实话 再怎么样完善的法律规范 都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防堵 所以这个有赖于严格的执法 还有就是唤起生产者的良心 从上游业者再到监督单位 每个环节螺丝都不能松 才能为全民的食品安全做把关 级别月新闻 余信汉刘一军台北采访我道 国人都喜欢吃海鲜 各式的海鲜都喜欢 可是现在要特别注意的是 大型鱼类 因为根据统计大型鱼类 他们因为位于食物链的顶端 所以容易累计比较高的 一些毒素甲机构 如果透过饮食摄取的话 这肠胃道吸收率高达90%以上 尤其可能会影响到 胎儿的脑部发展 专家就建议了 这次总大鱼不要吃 鲨鱼 鳍鱼 鲑鱼 鲑鱼 还有鱿鱼 建议说可以转吃中小型的鱼类 避免摄取过多的甲鸡狗 时间台上各式各样鱼类 红的白的鲦鱼 鳞鱼 种类繁多 台湾海岛国家国人爱吃海鲜 其中的营养成本也非常丰富 滷鱼啦 如果是开肚就是要吃滷鱼 滷鱼可以扛水更好就对了 对啦 海鲜鱼是国人非常喜欢的食材之一 而且它的样式种类琳琅满目 尤其像是鲍鱼呢 是我们台湾人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鱼种 但是专家也建议了在摄取量上 要特别注意 其中最受欢迎的海鲜鱼类莫过是鲍鱼 更是世界各国都喜欢的鱼种食材 但专家提醒 这类深海大型鱼种要特别小心 像是鲍鱼它们会捕食 受污染的猎物 像是小鱼或者甲壳类动物 导致累计高含量的甲机构 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研究指出 鲍鱼中拱含量从1971年以来 似乎就没变化 而其中甲机构是海鲜常见的拱形式 潜在危害也很高 影响任何年龄获得健康状况的人 海中微生物将拱转换成甲机构 浮游生物将其他生物会消耗甲机构 小鱼吃海洋生物 大鱼再吃小鱼形成循环食物链 像鲍鱼这样的大型鱼种 拱含量就会很高 甲机构的话它会有一些神经毒性 其实我们的政府在多年前 食药署他就发布指引说 像一般民众的话 像针对这种深海大鱼 其实是可以吃不过要适量 深海大鱼的话 因为它甲机构含量很高 而且又很容易被肠胃道吸收 那如果说我们在临床上 遇到有甲机构中毒的话 其实目前用的熬合剂 其实效果也不脏 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研究 收集了1971年到2022年 在太平洋 大西洋和印度洋 捕获近3000条鲍鱼种供含量的 历史数据还有当前数据 总研究报告也指出 全球鲍鱼中的拱浓度保持稳定 与50多年前相同 原本期望采矿等污染工业的减少 能够降低海鲜的拱含量 但如果现在要让中上层鱼类中的 拱浓度下降 减少碳排 长期持续的拱监测海洋生物群 更显重要 甲鸡拱从饮食中摄取 它的肠道吸收率高达95%以上 所以举凡像是孕产妇或婴幼儿 应该都要避免使用大型的鱼种 是比较好的 因为甲鸡拱已经被证实说 它会影响到胎儿的脑部发育 也会造成智力下降的一个问题 毕竟甲鸡拱影响人体健康 甲鸡拱若从饮食摄取 肠胃道吸收 吸收率高达95% 甲鸡拱也已经被证实 会影响胎儿的脑部发展 导致智力下降的问题 现阶段没有可以施打的解毒剂 营养师也提醒 一般成员如果使用两片生育片 很有可能就超过每星期 摄取65克以内的精益值 食药署鱼类摄取指南 就建议育龄妇女 孕妇还有六岁以下儿童 少吃鱼鱼 鲫鱼 鱿鱼 鲨鱼等四大鱼种 那针对这样的风险 其实我们本身自己都有设立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检查抽检的部分 不管是工单位也好 或是我们透过第三方的单位 都会做相关的抽检 专家建议少吃大型鱼 转吃较中小型鱼种 像是选择青鱼 四破鱼 秋刀鱼 鲁鱼等等 重金属残留量比较低 鱼类摄取指南也指出 一到三岁儿童 每周摄取两份 大约70克的中小型鱼类 四到六岁儿童 每周摄取三份 105克的中小型鱼类 孕妇和孕妮妇女 每周摄取7到9份 245到315公克 找型鱼类较为合适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别 就是鱼的大小型 其实可以把中指跟大目指圈起来 那这样圈起来了之后 你发现 如果它的鱼度本身的话 最大的那个范围 如果超过这个圆圈的话 其实就算是 偏大型的一个鱼种了 海鲜美味 鱼种繁多 大鱼小鱼学问更多 吃进度确保菜山 避免健康受到影响 TBN新闻 颜热身来明 台北产品报道 还有我们生活当中 几乎处处可见 塑胶微粒 像是海洋 日常饮食等等 而根据国外研究显示 只要把水煮沸再过滤 就能减少水中 90%的塑胶微粒 研究团队还发现在硬水中 去除微塑胶的效果最好 不过读物科医生认为 这样的研究结果 并不适合放在临床上来看 像是奈米等级的微塑胶 它是小于1微米 真的非常难过滤掉 上班时肚子有点饿 拿出用玻璃器抿装的水煎包 放进微波炉 微波一下马上可以吃 上班族黄小姐还每天 随身携带环保杯 是环保小煎冰 她说很少用一次性的餐具和杯子 我不算是很常吃外食的人 对 因为我就是可以吃家里的 就是我大部分就吃家里的 然后吃公司的 所以我买外食的时间算很少 对 频率不高 想吃外食 自己心里面是有一些 怎么样的顾虑 觉得都会用到塑胶袋或是盒子 然后就很怕那个热会 溶掉一些什么 什么比较不好的东西 黄小姐在电商业服务 她说公司每天中午都提供 现主的员工餐 让大家打饭 久而久之 员工们其实都很习惯 自备耐高温的不锈钢 或是玻璃保鲜盒 也大大降低 买用塑胶袋 装热烫外食的机会 而塑胶制品对环境的危害 无所不在 生活中存在的塑胶围力 也带来健康隐忧 现在传出有新方法 可以去除塑胶围力 国际期刊 环境科学与技术通讯 之前发表一篇研究 指出将自然水煮沸 是简单去除水中 微塑胶的第一步 研究团队发现 煮沸富含钙或鎂等矿物质的硬水 会产生碳酸钙的残留物 它可以捕捉微塑胶 接上来将煮沸的水 用咖啡滤脂过滤 就能减少水中 90%的塑胶为例 像这种研究的结果 我们不适合把它放在临床的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想这没有帮助 因为其实你看他研究 他用很高浓度的离子 高浓度的鎂 高浓度的钙离子 我们知道我们的自来水 每个地方钙离子浓度 鎂离子都不一样 可以达到那个浓度吗 也不一定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我们都说 我们的塑胶微粒 有一些是微塑胶的 它是小于5毫米 可是说奈米等级的微塑胶 奈米等级的塑胶 它是小于微米 它非常小 所以你用粒子 你不一定可以过滤的掉 其实我想证明一笑 医生认为这个方法 还需要更多证据验证 而塑胶微粒会对人体 产生什么影响 虽然目前还在研究中 但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塑胶制品 要相当谨慎使用 我们只要塑胶产品 不管是哪一个材质 不管是1号到7号 哪一种号码 都不要进微波炉 也不要进电锅 因为比如说 就以G比锡来说 PP它5号 号称说可以耐高温到 1203 可是这是最漂亮的数据 在实验室的时候的数据 比如说你到微波炉 搞不好你会超过这个浓度 PVC的保鲜膜 就是说一到高温 它可能会融出塑化剂 然后就污染到我们的食物 就让民众不知不觉吃下去 我们知道说塑化剂 它是环境荷尔蒙 它会影响我们体内 内分泌的表现 例如说小男生会理性化 小女生性着熟 搞不好4岁5岁就来液金 乳房提早发育 妇女的话也会增加 离癌的风险 塑胶为例不只影响人类 现在还清洗了台湾 保育类野生动物和漆地 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曾经执行过一份在台湾 我们深入台湾的山林 然后去到一些人烟 非常稀少的一些地方 但是都是台湾 陆域野生动物 特有的陆域野生动物的漆地 包含了像是像嘉明湖 或者是大芬 或者是七家湾西的 这一些水域 我们发现说台湾特有的 野生动物的漆地的水源 还有他们的牌椅里面 都已经找到了 微塑胶的踪迹 我们找的是台湾特有的 陆域野生动物 就像是包含了台湾黑熊 然后石虎 黄猴雕 然后以及水鹿 环保团体说 比预期的还要严重得多 连远离人为活动密集的 野生动物棲地 都持续被塑胶污染 大家必须落实减塑 否则将被塑胶为例包围 TVBS新闻 张正安网一节台北报道 政府代操的退休基金 绩效真的比较好吗 全教总日前公布了 政府退休基金 11年来的操作绩效 结果公保表现最好 也才6.1% 但私校退辅除续保守型 表现最惨只有1.73% 真的是跟定存利率 差不多而已 比较担心说 那到时候如果每个月 所领的无法应付通膨的话 那可能会影响 我们退休后的一个保障 在中校国中 担任地理老师的何俊彦 现年51岁 预计60岁退休 到时任教年资满30年 每月可以领到 6万元左右的退休金 到时候大约是6万左右这样 但是他会逐年的递减 因为按照整个 退休制度的计算来讲 是如此 而且他按照那个公式 除非政府有像今年一样 针对退休金去 给予一些调生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逐年越来越少 就怕影响退休后的 老年经济保障 他也提到 1.12公教退辅新制 在去年上路 由原先确定给付制 改成确定提拨制 虽然没有救治基金 财务破产风险 但却有操作绩效的 不确定性 即长寿风险问题 因为目前我们的公司的计算是 大约是以平均余命来看 但如果他活得比平均余命更久 基金可能在他还在的时候 就已经用完了 就是他个人的那一笔钱 所以之后他就没钱领了 所以这是我们很担心 新制的这些老师 他们未来的那个 所谓的长寿风险 退休基金分别采用 确定给付制和确定提拨制 操作绩效有所不同 从全教总公布的 九大政府退休基金来看 过去11年操作绩效数据 只有公保准备金超过6% 其次是劳退救治的5.7% 可以看到的是 采用确定提拨制的基金绩效 明显不符预期 在九档基金中 除了私效积极型排名第三 私效稳健型 劳退行制及私效保守型 都排名在后段班 其中又以私效保守型最差 仅有1.73% 跟定存利率差不多 那特别是私效退博的保守型 11年来竟然他的一个保守率 只有1.73% 是远低于其他的 那如果说再拉长更久 那对于这样子 最后他账户总结的时候 要提供他退休生活的一个保障 是不够的 不止心智绩效 有待加强 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加上物价水准不断提升 救治基金才确定 给付制也存在通膨问题 全教总呼吁 政府应该根据重要民生物价指数 来作为公教调整 月退休金的指标参数 重要民生物价指数 它就是19档 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有关的 柴米油眼酱 这些东西 鸡蛋 跟民生物价指数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那我想一般人生活 大概这些的一个指数的波动 就会影响到 他本身的一个平常的一个支出 所以应该用这样子的一个指数 比较能反映出 生活的一个物价的水准 财经专家进一步分析 劳退心智 绩效特别低 原因在于基金规模大 是劳保年金的4.5倍 因此操作上不灵活 虽然平均绩效看似不理想 但不能以偏概全 去年台股表现好 劳退基金大赚4785亿 收益率达12.6% 操作绩效创下历史新高 劳退基金 它收的钱其实是非常的多 像劳退它大概有 将近4兆左右 那劳保的基金 大概只有就是8700亿左右 那因为基金规模的不一样 只要基金的规模越大 它在操作上 它要换股去操作 或者是它要变更一些 相关的持股的标的 它就没有那么灵活 所以这个管理的 这个基金规模越大 那它相对的 长期的年化的 平均报酬率会低一点 这个是我们一般在 投资跟市场里面 是可以接受的 大通膨时代 商级劳工退休劳本 退休金若没有随着物价水准 跟着调高 恐怕让晚年生活失去保障 TVBS新闻 黄万伟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台湾45岁以上劳动力 大约是520万人 而如果从2023年 劳动力人数平均是 1190万3000人来看 将近一半的劳动力 都是45岁以上的民众贡献的 而对此学者也表示 他们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 未来势必要改变劳动形态 正式开门营业前 拿着抹布擦拭桌面 也将卫生纸菜单排列整齐 忙进忙出 年过半百的曾先生 过去尝试过不少工作 如今选择在知名串销店中 学习并持着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对于他来说 退休不见得 是以年纪作为一个分界 面对工作始终抱持着 乐观的态度 对于他而言 退休生活可能会是 失去重心的开始 只要身体允许更乐于在职场上继续打滚 尤其台湾45岁以上的劳动力 约有520万人 而从国发会的人口推估报告也看得到 台湾人口中位数 在2024年就会达到45岁 代表有一半的国人 都是中高龄或者高龄的壮世代 那年轻的员工当然年轻就是本钱嘛 那他的体力一定是比较好 那还有就是可能他的 他就像有比较像一块海绵嘛 可以接受各方面的一些洗手 那年长一点的员工呢 他带给我们的我觉得就是一种 他一些人生的经验 那以前的一些服务啊 或是什么 那我们可能 我们也是向他们学习啊 不同的员工状态当然也不一样 不过以串烧店的形态来说 年轻员工还是占多数 但在少子缺工的情形下 也面临考验 如果是正直的话 就是有一阵子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就是好像年轻人 有点就是没有那么想跳到 餐饮环境里面 他们可能会觉得 这方面可能是比较辛苦一点 尤其人口老化问题严重 未来的劳动力也跟着老化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台湾截至2023年12月 45岁以上的劳动力 约有520万人 而其中如果看壮世代 所在的年龄层 也就是45到49岁 他们的劳参率是最高的 达到85.41% 台湾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人口同利 他已经用完了 让这个有成熟年龄的这些劳工者 他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也许可以多工作10年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可以补充 就是说在国外的研究 我们发现说 现在一般的劳动者的 他的生活 身体的平均年龄 叫过去的 劳动者的这个年轻的10岁 以国发会的推估 2025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每5个人当中 就有一人超过65岁 这世代持续工作 使未来趋势 劳动机制势必要改变 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形态 事实上都是随着时代 在做一些更新改变 所以工作实务的一些创新 和设计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提供 中高年龄的做兼职工作 这个兼职工作我们先来看 其实有很多机器设备的辅助 事实上不需要太耗费劳力和心力 那甚至于有这个兼任 我们刚刚讲到的part time的工作 那甚至于说我们有这个弹性工时 还有工作分享等等 这种的职务上面的设计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随着世代的改变 台湾过去的劳动状态 也必须太久换新 才能符合未来的市场 TVB的新闻 张志明先单词台湾报道 现在很多人都有失眠的困扰 尤其到了睡觉时间到的时候 心理压力更大 而到底该早点睡还是晚点睡呢 医师提醒 睡眠时间过多或过少 都可能加速大脑的老化 睡眠很重要 睡眠时间充足 睡眠品质好 能提升免疫力 远离失智 降低死亡风险 美国心脏协会发布最新研究报告 指出睡眠品质对总死亡率 和心血管事件死亡率皆有影响 并预期寿命的长短有关 品质并不完全取决于睡眠时间长度 是否有入睡困难 是否有睡眠中断后 难以入睡等各种睡眠障碍的情况 都需要纳入考量 每天怎么睡都睡不好 即将满50岁陈先生 多年下来深受失眠所苦 不敢早点睡 拖到半夜就寝 无奈每天一躺在床上 戴上眼罩 无法好好入眠 翻来覆去 还是睡不着 睡眠品质非常地不好 那其实我觉得不是 对我来讲不是只有睡不着 那跟困扰我的事睡不久 所以我常常就是睡个四五个小时 就醒来 然后醒来之后 其实要再继续睡 对我来讲真的是另外一个挑战 其实一个人需要睡多少 那真的是因人而异 我们有遇过一天 可能要睡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也有人一天睡六七个小时 那我觉得睡眠的品质 远比睡眠的长度来的重要 研究指出 具有多重睡眠障碍的人 包括入睡困难 半夜醒来 以及睡眠不足六小时 可能会使心脏病风险 增加接近三倍 睡得多也不代表睡得好 日本国家癌症中心 在2021年 首次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发表文章 特别针对东北亚国家 所做的大型睡眠 追踪调查结果发现 每晚睡七小时 是最好的睡眠时间 死亡率最低 其他的睡眠时间 都会增加死亡风险 近来研究显示 每天睡6.5小时 到7.5小时的人 寿命最长 如果睡眠时间大于9小时 或小于6小时 则寿命较短 拥有优质睡眠的人 可能睡6.5小时就够了 现在的确有研究指出说 在早睡 也就是晚上6点到10点 之间的睡眠 会相对于正常睡眠 就是10点到12点 之间的睡眠来说 相对好像增加了 一些死亡风险 不论研究来说的话 因为他的研究的 一些设计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 没有办法做一个 很直接的定论 所以比起早睡的风险来说 其实晚睡 会比起早睡的风险 还要来得大 睡眠时间过多或过少 都可能加速大脑的老化程度 睡眠时间太多 往往是因为 睡眠品质不佳而造成的 至于睡眠时间太少 则导致生成睡眠不足 提早老化 与同年龄的人相比 老化程度甚至会提早将近 二到十年 由于每个人的睡眠品质 和睡眠周期不尽相同 所以所需的睡眠时间 也因人而利 英国研究人员 在调查了 八万八千人后发现 黄金睡眠时间的节点 似乎是在晚上 十到十一点之间 若在这段时间 睡眠休息 由于睡眠时间 以昼夜节律同步 可以降低心脏病 和中风风险 若午夜以后才入睡 容易影响到 昼夜节律而损及健康 在睡眠不足的情况 或过度的情况 都会造成寿命的减短 也会出现慢性病 不论是高血压或是中风 因此在睡眠有异常的时候 都要接受睡眠检查 我们在一个人体的 一个睡眠周期里面 大概要经历过 这样子的一个 周期的一个循环 人才会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睡眠品质 研究有发现说 像睡眠的规律性 会比起这样子 睡眠的强度 还要更能预测 未来的死亡率 睡眠的规律性 可以降低死亡的风险 包括心血管疾病 代谢性疾病 以及癌症 医师建议 任何人都要有规律的生活 及早开始养成健康 睡眠习惯 就能降低青壮年时期 早逝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